請各位嘉賓 抽取自己的卡牌 感謝協程旅行 送我的這張 牌放預言家牌 他為什麼放反了 這樣不好 小樓拿到了 第一次狼人牌 幹嘛啦 你想吃刀啊 怎麼搞的 不要補吞了 真的不要補吞了 你要補這個普通車名 我就撞在他媽的這個電話 一頭撞死 遊戲開始 天黑 請閉眼 天亮了 現在進行警長競選 想要競選警長的玩家 請舉手 二號 三號 四號 六號 八號 九號 十號 十一號 共八名玩家參與競選 從十號開始發言 天黑請閉眼 天亮就閉眼 天亮就閉眼 我是一張好人牌 前職位呢 我想炸身份的 練了廣告以後忘了 我覺得裏鐵站是個好人 因為入夜之前 他問我一個問題 你是狼嗎 不是 你說不是應該是個狼 我覺得 他是一個找狼的心態 不像是個狼 那蒼姐這局呢 狀態很滿 我覺得 警長應該是有話要說 然後其他的話 李斯 如自己之前的安排一樣 沒有上警 但我覺得這次呢 李斯在警下 像是一個衝票的狼人 看一下表情 沒有太大的變化 現在他已經沒有表情了 再看看 KS上警的時候有點 很不情願的 不知道 感覺你好像有話要說 在前職位 沒看出什麼信息 我覺得 目前我看到的情況是這樣 覺得過吧 沒有 我不跳 別笑 我不跳 我本來想跳一下 這個六對著我笑 我實在跳不起來了 真的 想炸炸身份的 跳個預言家 看看你們反饋 我在想 昨晚一定安排了特定 特別飽滿的故事 我覺得我夜裡面就在盤算 這個得是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就是你怎麼樣 我怎麼樣 他怎麼樣 對吧 要麼就 要麼就 你跳 你跳 不跳 所以如果是第二種情況 我覺得 90可以保 因為這兩個人 好像我印象中 都沒跳過預言家 就是汗跳 可能會可信度高一點 而且對於出於人設的考慮 這兩個人 比較 就願意去 願意去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其他在 除了這些形象特別差的 我覺得 我盤算一下人設 好像都不太願意跳 但是 剛剛球大的發言 可能打了我的臉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人 有點問題 因為球大起來說 9號炸了他身份 說你是不是個狼 然後他給了反饋 他說那你得是個狼 不是這個9號玩家 特別做做 我們玩線下局 那個狼人牌是紅色的 這兄弟在我旁邊看兩遍牌 所以我不知道 是你球大對他不了解 還是你們兩狼在這邊做做 反正我對這個9啊 就是摸牌之後 說的任何話 我都反過來聽 我覺得這人不行 真的 他在拿狼之後 特別做做 我都這樣打你了 你就別跳了 因為你跳 我估計是不信你 不站你邊 然後 井下三張對吧 12 1 5 一摸牌 感覺像個好人 沒有出現像這個 前一期摸狼之後的 那個狀態 5的話我沒看到 真誠地對著我笑 那我就先信你 好吧 這個 那12 你可能 不急 不是你的倫次 對吧 你看這12都沒表情了 算了 你也不給我反饋 那就算了 我不聊你了 因為夜裡面不睜眼 沒信息 所以我就多想一想 僅有的信息 得出這些結論 供給大家去分享一下 好嗎 我過了 2號發言了 我覺得11號 還行好嗎 分析了那麼多 然後 我看誰能跳起來啊 你就算了 8號剛剛吃東西那樣 肯定不會跳 3號我覺得不像跳的樣子 要跳到 4 6 7裡面跳吧 然後 之前跟九神對話 我覺得有人戴掛像 但是我快說出來 到時候他們當神刀了怎麼辦啊 我愛救生 我說你戴掛像 並不代表你是壞人 對吧 所以呢 我看你發眼我能看出來 用你真摯的保護我的寵密的目光 中眉頭了 好嚇人 開個玩笑 大家可以多上狼人殺官方APP上去玩一玩 感覺最近在上面玩的很開心 然後基本上 在上面各種練和跳練的還是很開心的 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哦 過了 3號玩家 潘大Q第四季繼續錦上滑一輪 好不好 這個這個 隨便點個四郎吧 1 1 12 7 8 過了 1 12 7 8 不知道 我不知道九神 但是 你可能不像一個狼 我覺得2號玩家 你可能走遠了 我覺得你可能走遠了 我是一張好人牌 你去點評了前志位的十一 那十呢 你既然想點評就一起點評嘛 你覺得十一還可以 那十是什麼呢 十一可是打了 十連帶著九都一陣錘的一張牌 對不對 你 你讓我想到了曾經我在 面紗的時候 上井第一個發言是那種尴尬到不行的那種感覺 不是你點那你就好好點 什麼誰要跳誰不跳 誰掛身份這個那個 不是你有一點點像是一張好人牌的心態和視角嗎 你的發言也沒有 所以我覺得你二號牌 從此時此刻開始 你就開始 第二八點的就幹你領身份的這個任務 對我覺得是差不多是這樣的 所以二號在我這邊大概率是一張狼人牌了 十一跟十啊 因為二在這位置保了十一 十一的話 因為我聽他在打十跟九的時候 我最近十一是有十一的 你在那邊盤了一個兩牢的那個東西 我覺得你去打十會更合理一點 因為十先之外去把這個九給保了 拿一個其實我也不是特別明白的一個 類似於入夜前的一個冥掛像 或者一個簡單的小對話去保這個九 我覺得你可以打十 但是你在沒有聽九發言的時候 把這個 把這個九給凌空給打了 我不是特別認可 雖然我也不知道九是什麼東西啊 我覺得三 因為我覺得二二呢是一張狼人牌的情況下 他跟你三對話了 我覺得不太像兩狼 我認為他是個狼的情況下 他跟你對話 我覺得可能想給你一些好感 就想讓你對他也有一些好感 我覺得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你三可能會是個好人 好吧 錦夏一十二 五三張牌 我不知道 我也不太愛名掛像的 我喜歡聽發言 因為現在錦上沒有那麼多位置 可以讓我凌空夾出去 就把你們錦夏的牌給打進去 那所以我就不想理會你們錦夏的牌 看看你們的投票和發言再說 我是一張好人牌 呃 前之位我覺得最能打的就是個二了 後之位那六七八九四張牌 另外你這樣跳啊 跳了給七一個精水 我瞪著小腿我就跟著你跑了 這力度咱們不是經常往殺嘛 是不是 這前之位給後之位丟精水 那後之位那個對跳的一定得打你們倆兩狼 是不是多好呢 那我聽聽看吧 聽聽後之位 因為這四張牌裡面得有一個真的和一個假的 出現對跳 好嗎 我也不用什麼退水不退水的方式來表達我自己的站邊 錦夏再聊嘛 好吧 既然選擇了上井 我也沒有辦法清晰地用自己的投票和各方面去聊出來 沒什麼關係 錦夏再去選擇站邊就行了 我這張好人牌 過了 五張牌我認為二是最好的那張牌 矮個裡拔高個 自爆 自爆 七號玩家自爆 是否留下指刀 嗯 昨天晚上是平安夜 遊戲繼續 天黑 請閉眼 天亮了 人在井上的玩家 請舉手 自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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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號玩家自爆 是否留下指刀 是 本局遊戲 沒有井灰 昨天晚上死亡的事 九號 九號玩家請離場 遊戲繼續 天黑 請閉眼 天亮 天亮了 天亮了 昨天晚上死亡的事 昨天晚上死亡的事 八號 八號玩家請離場 本局遊戲沒有警長 隨機發言 從四號玩家開始發言 嗯 這個發言勝是 不太開心 先之位發言 呃六 七手的發言第一句話 然後七字爆了 沒有記錯的話 他說 好像他表達的意思是 請之位五張牌裡面 二是你覺得最好的一張牌 那我想聽聽 具體是為什麼 因為你在這個位置 能力空保下二 那我想接下來的發言 應該就是要打我四了 不可能你保二不打我四 當然你也可以聊得出 為什麼四打了二也是個很難的 好人 想聽聽你的發言吧 因為我沒有聽 聽見你全部的發言 我也不知道怎麼去聊 你這張六號牌 但是從景上的格式來看的話 我先盤八是一張吃刀的牌 呃 且我認為他大概不能是一張女巫 至於會不會是守衛 我就不盤了 我當他是一張好人 呃因為他是女巫 我覺得他一定會開讀 在這種情況下 他自己是個好人 那我就八九裡面總會出一張 預言加一張好人牌 七在那個位置自爆 大概率我覺得就是不想 不想起跳 可能跟後續兩個人對跳 其實都會有一些壓力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可能是 想把焦點引到景下吧 景下的一張五號牌自爆了 那我認為一十二裡面 在我的認知裡面 我覺得一十二可能都好人 我覺得可能都好人 如果還得出一張狼的話 我想來想去啊 一十二如果裡面還得出一張狼 那就跳嘛 景慧一定先拿到手 但是呃在我們現在的情況下 就是有可能真假對跳的情況下 焊跳比真的還是要差一些 差一些 所以如果有時候投影著衝 就像我之前一盤焊跳一樣 嗯 景下雖然多狼 景慧這樣搶到手 但是還是會崩掉 所以我不能拿這個邏輯一定身保 你們選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是大概率都好人 好吧 我覺得六可能 可能 沒辦法定義 真的沒辦法定義 我從位置上說他可能是個好人 但他起手第一句話 我又得聽聽發言再定 我覺得景上的狼牌可能是 四郎的格局在我這邊 我隨便點一下吧 五七對吧 自爆兩張狼牌 我景上打這個二 在沒有聽到他下一輪發言之前 我依然覺得他是一張狼牌 二和這個十 給二沒有兩幾十 保了十一 我覺得倉姐也不會凌空保自己的隊友 好吧 我覺得就是二十五七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四郎格局吧 好吧我聽你發言 我現在發現真的一點息息都沒有 我會看後置位 後置位如果有一張 比如說有一張女巫牌出來帶票的話 我可能會跟 可能會跟票 但如果我覺得他歸的不是我心目中的狼牌 我依然會選擇投我自己的票 好吧 當然如果 呃 我也不知道投誰 歸的又不滿意 我就壓手 我就這麼簡單 我是一張好人牌 好嗎過了 呃 一張張說吧 我景上 說了半句話 我也不知道這個七跟這二什麼關係 我就說了那個二有些矮 他就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一張張說吧 我認為十號玩家 跟十一號玩家其實差不多 硬要挑個字 我覺得十會更差一些 因為十呢完全在瞎說 胡說八道 當然了我很多時候也會在前座發言 所以十的那種尬聊 我是能夠理解的 十一號玩家呢 你再怎麼樣都有了那麼一兩分鐘的準備時間 我覺得你聊的就你們兩個聊的東西 我幾乎都聽不到任何的營養的東西 呃 但是二在那個位置發言二說 相對來說十一會更好一些 因為十一聊的比十會更多一些 雖然也假設了很多什麼奇奇怪怪的東西 因為十一號玩家確實 他拿起那個放拿鏡的時候 拿起這個博士輪的時候 我就想起他前一輪 好像有起跳一個願家式的那種感覺 有起跳式動作 但是他也沒跳 所以二對十和十一的評價裡面 我覺得他要去把十一往上拉一拉 我覺得這個是很科學的 相反因為二我對他的視角還蠻正 所以我把二沒有就沒有懷疑過你 三號玩家很難說 三號玩家是一張只說了四個字的牌 點了四個號碼就過了 因為三號玩家是這樣的 我聽三號玩家的身份是 很多時候都憑他的語速 你語速很均勻 甚至是比平時會略快一點 我就認他是個好人 就這麼簡單 但是他現在沒有讓我感覺到 他語速上有什麼大的疲漏 所以我還得聽三的發言 四我覺得你蠻像狼人的 四在錦上你完全聽過四張牌的發言 但是你的發言太官方了 就我記得很多時候別人認你是個好人 我打你是個狼人是一個道理 你說了很多東西 你比方說說二你走遠了 那麼你說二走遠了 二去保了十一 除非你認十一是個狼人 就你剛剛打我這個想打你這個邏輯 是一模一樣的道理 你要說二不好 那就十一也不好 二十一是那兩張堅定不宜在錦上 認為兩張壞的身份 那麼後面什麼六七八九 一定有一張真的一張假的 這種東西你看似說了很多話 但其實沒有什麼十字性的 跟十一沒什麼區別 我覺得在你這個位置太官方 在你接下來你第一個位置發言 你說我歸得滿意我就出票 歸得不滿意我就不投票了 我覺得你不像是你小RK發出來的言 你甚至都不知道三二玩家 除非你說你三二玩家一定是一個好人 我敢說三二玩家你歸票 但是你一定要歸到我心目當中狼人 我才跟你跟票 我覺得你對三沒有定義 卻要說你們歸票歸得我滿意我就投票 不滿意我就不投票 我感覺你像個很不負責的人 很不負責任的人 但我覺得你四號玩家不是那種人 從人性角度來說 你是一張就不想去招惹其他人 就最好能劃一劃就過了的人 所以我認為四像個狼 十十一我還聽論發言 因為井上你們可能沒東西聊 但是現在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我不相信你們沒東西聊 一十二我不知道 好嗎 因為他們都在井上 我聽不到發言 我還是那句話 我這個人沒什麼嚴殺的本事 但是我聽發言 我會判斷你的視角 我認可得了你的視角 我就認你是個好人 認可不聊 你就是個狼 我也不知道三二玩家 是一個狼人還是一個好人 因為他在井上滑了一輪 確實滑了一輪 所以我只能說 我會投出我心目當中 大概率的那個狼人 我會聽你們的發言去評判每一個人 但我覺得前置的四號玩家 像一個狼人 也是因為我基於他去打二 沒有打十一這個邏輯 所以我認為四視角很怪 而且他不像一個好人的視角 三號玩家是不是一個狼人 已經不是我關心的 哪怕他現在是個狼人 我也對他拿他沒有一丁點辦法 但是我相信你哪怕是三四兩狼 你三都不敢不可能在外住 我覺得四是一個狼 我底邊是一個好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在井上滑 我還有一度懷疑 我跟一號玩家有一個對手 我一度懷疑八號玩家可能是個狼人 因為一號玩家為什麼精準地到達九號玩家 雖然我們沒有井回 但還是井特林先生 所以有身份跳身份嘛 對嗎 就這樣吧 目前來說我認為四不好 好嗎 你們都有你們的發言權利 我發言過了 我覺得不好的牌 二十二 我覺得四號打的位置 有一點不好 你保了這張我覺得心中的狼人牌十二號 它是陰著臉在井下的 再看一下狼隊自爆的兩個人 一個七號一個五號 那十二號是在井下的 一定是不準備跳的 二號的前置位發言也是不準備跳的 五號在發言也是不準備跳的 那只有這張七號牌在後置位爆了 那你覺得夜間狼隊打了很久的格式是什麼呢 因為十一號發言提醒了我 我覺得 我有考慮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前置位第一個發言 我沒有講的 就沒有想的沒有蓋他的這個點吧 但是說了以後我覺得挺對的 我覺得六號牌唯一在我心裡邊 有那麼一點點好人面的就是 我覺得他如果拿張狼 就是他在比賽之前 我們所有人都說 他這張牌有牌坊什麼不焊跳什麼的 我覺得他如果是張狼 他完全可以就是這個機會來跳的 但是他沒跳 我覺得這是一點點好的地方吧 而且這張四號牌保了這張十二 我不太認可 我覺得二和十二是拿了不好的牌 我不知道你在那個位置 井上發言很用力 我只能說很用力 就我不知道你怎麼能保下這張十二號的 我理解不了 所以說我覺得二十二四 那如果我還沒有聽到後置位的十二發過言 在井下的 那我覺得十二號是一張 就夜連排戰術他一定是一張跳不起來的牌 那五號牌一定是一張跳不起來的牌 那二號牌是因為我覺得你的掛像很不好 你的發言的時候首先很亂 雖然你保了我 但是你在發言的過程中 跟三號對視的時候 你是很慌張的 而且三號給你的回應之後呢 你又拿那個直線陀螺在那玩 而且我覺得你整個狀態是很慌張的 所以我覺得二不好 四號牌我覺得 比二號的狀態要好一些吧 我覺得你講的發言還可以 六號牌打了四 我覺得挺牽強的 再聽一輪 我會投票的 一定不會壓手的 三號牌我覺得相當好人牌 因為二號牌一定是比三號牌身份低的 因為二號牌在發言的過程中說九神 你什麼看我的眼神中有什麼曖昧還是什麼那種 就是反正那句話我記不太清了 就是什麼詞我記不住了 反正你知道你知道那句詞 然後三號牌給他的回應是迷茫 就是二二三兩個牌我覺得一定是不認識的 我覺得二號牌不好 三號牌應該是個好人牌 所以說你要是在後製歸票我滿意的話 我會跟你投 但是如果我覺得你的發言不好 或者說我有別的看法的話 我會投我自己的一票的 過了 說說我的想法吧 你們前之位也不聊這個死亡信息 你們稍微開開腦洞吧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人 可能有一張是女巫的飲水牌 要不然為什麼自爆呢 我覺得四號那個邏輯挺對的 管他是不是飲水 先跳呀對吧 頸下出三個 出兩個狼 那就衝 對是這個道理吧 所以我覺得四你們打他真的不講道理 他跟我的視角其實蠻像說出來 我覺得有道理 而且四在聽說自己要第一個發言的時候 那個眉頭一緊 發現形勢並不簡單的那個樣子 我覺得挺不像裝出來的 我覺得球大剛剛邏輯有點混亂 因為他說二不好 他又沒去打六 六是力保二的 但是在你的視野裡沒有這個六 你聊六的時候說了一句 六打了四挺牽強的 但是四也是你的一張 就是進狼坑的牌 你剛剛打了二四十二 但是你在對於六的評判上 你的邏輯全是反的 對於六打四你認為很牽強 這恰恰應該是他的加分點 而六打了二 你根本提都沒提 那麼你認為六到底是個什麼呢 還有一個點 我在想狼隊爆的那麼快 我還想JY得是個狼 那JY我就盤他吃刀了 那還有誰呢 十 六十十二 我覺得就這三個人 沒跑 要不然狼隊敢爆嗎 我 他們信任我嗎 在場上 那不行 其他 後面幾位都是不太願意摸狼的 我覺得 就這三張牌吧 六說有身份跳身份 那你的發言一定是明幾名以下 對嗎 我覺得你是個神就起跳了 而且你打了四我覺得不對 連我眼中的這張十號牌 都認為你打四打得牽強 所以如果我定死了這三張牌的話 那後置位一二三都是好人 對吧你四也保了二 三的發言我其實定義不太了 唉呦這局 我也不知道狼隊在幹嘛 把預言家一爆 我們沒信息打聲推 我覺得我只能盤 後置位那兩張牌有一張吃刀了 他們覺得跳不過 而且井下可能多好人 所以這輪十二先放一放 我覺得四那個邏輯還可以吧 當然有種可能性就是四和十二還有一 裡面有一張是親戚 對吧 也有這種可能性 我更傾向於我前面說的就是 六和十 我更傾向於這兩張牌 因為球大這輪的邏輯 在於人物關係上非常的混亂 我傾向於在這兩張牌裡面出吧 因為這局賊難打 因為守衛是不會跳出來的 如果有女巫和獵人是一定會跳出來的 但是守衛是不會跳出來 我就怕出到守衛 當然你們老人也可以認為我是個守衛我在演 也有這種可能性對吧 我可能會在六和十裡面投吧 過了 先出十 我是個守衛 第一天守了六 想把這個六奶穿 第二天守的八 因為八九裡面出一個預言家 我覺得九不太像 我就守了八 第三天守的四 因為第三天這個九已經倒了嘛 井上只剩那個八了 我也守不了八 所以我守了我心中認為 第一天井上發言最好的這個四 所以我認為兩狼是六跟十 首先我認為四的發言的視角跟我比較像 呃 我井上覺得最差的是這個十 其次是這個二 那四在那個位置點了五七二十 所以我覺得四偏好 六在這個位置 林空打了我認為最好的一張牌四 我覺得你六不像一個好人 但是我也不能斷定你的身份 因為為什麼我覺得你最後是個狼的原因 是我覺得可能井上兩張好人牌就在對打 二是一張可能發言有一些問題的好人牌 被四另一張好人牌打到了 所以你六想博得二的好感 從而去勾著打這個四 那求大家發言 首先啊我的底牌是個首位 我在井下 我什麼樣的表情不代表我什麼樣的身份 我是一個首位 我也可以裝得很難過很嚴肅 你拿這個邏輯基點 作為我狼的邏輯基點 再盤其他所有人的身份 所以我認為你的邏輯是爆炸的 你點的狼是二四十二 那首先四在那位置保了我十二 呃打了這張二 你認為二四十二 怎麼構成三個人裡面出兩狼呢 你認為出兩狼一定是四跟十二 因為四保了十二打了二 那你一定認為六是個好人 六在那位置打了四 保了二 對嗎 所以怎麼構成二四十二三狼的邏輯呢 你認為我們當中出兩狼 就一定是四十二 跟這個二有什麼關係 二是狼人想扛推的一張牌 所以我認為你十號這輪發言一定是一張狼 呃 且我從你六跟十的發言當中 我認為二可能是一張好人牌 呃 我對於你六 其實你的發言 挺用力的 沒什麼大毛病 但是你現在對我的表情 我已經能認定你是一張狼 好吧 那就六十兩狼 我認為後主委全是好人 先出十 你六明天跳身份 好吧 我今天晚上一定自首 你們後主委有女巫 想獨誰就獨誰 我是一張守衛 呃 也沒什麼吧 你們 如果後主委有狼人 我前主委打錯了人 你們狼人想跟我對跳守衛 我也歡迎 好吧 過了 稍微理解你一點點 是 我兩輪沒發言 就被這輪打成狼了 雖然我確實是個狼 但你這一把感覺不太像是個狼 首先因為在我眼裡 我覺得四也像 確實像是個好人 嗯 六打四的邏輯 我覺得不太不太符合 我認一個邏輯吧 嗯 我覺得如果景夏因為就三個人 五一二 首先我是個好人 我認為七是可以撼跳的 不管怎麼樣 先搶個景暉再說嘛 讓他沒撼跳 我認為景夏可能是兩個好人 就說他可能是個好人 然後在五號玩家自爆以後 我的目光就注意到這個十二 我在想五號玩家為什麼要自爆呢 很可能就是因為 他們認為景夏就一郎 衝標衝不過 這個十二號的守衛我是認的 但你要打死六 能不能先別打死六 因為我覺得六有聊得也挺好的 在因為六是第二個發言 他盯著四一頓猛球 球完了以後 其實我覺得他發言還可以 我真覺得他發言還可以 嗯 球徒呢是在景夏第一個 就聊得不太好的 但是是你六去保球徒 我覺得你這點不該保 你保十號玩家的原因很簡單 你說啊 你說你景夏第一個你在十號玩家那個位置 你也會像十號玩家一樣告聊 所以你覺得十可能是個好人 我覺得這點是你保的不對的地方 我認為十一是個好人 嗯 我也是個好人 十二我認為是個首位 我覺得後置位有女巫可以跳 哪怕 哪怕飲水在八九號位 我覺得也可以跳 因為需要你的毒來排個坑 嗯 我是個好人 嗯 我覺得令人也可以跳 因為首位已經出來了 現在呢 應該是還有三神在場吧 如果這位不是那個女巫的話 那應該還有三神在場 首位 女巫獵人 都跳 我認為是可以打的 就從名裡面扛推 我認為OK 如果有人在 有人 神跟神對跳 那也OK 或者說 後置位有人想跟十二號跳一個首位的 也可以跳一下 其實九神你 你頸上蠻滑的 確實蠻滑的 我覺得不太像你平時的風格 請允許我三號玩家滑一下滑一下 然後就滑過去了 這輪我想聽聽三號玩家的發言 我把我的看法都說出來了 我是個好人過了 一號牌 你的視野裡面 你覺得十一號偏好 十二號是個首位 嗯 你怎麼 你覺得六號還可以放一放 那這個十號牌呢 你能不忍心去打這個十號牌呢 你是不是要去猛打這個十號牌呢 就現在是走了兩郎對嗎 就 我想一下 哎你們想木木自爆 木木自爆 不管了 井下是誰 五 十二 一 我先把你放一放 嗯 三號牌我覺得偏好 我剛剛給他的一點壓力 我感覺他那個反應 索然滑了一點 但是還可以 然後我心裡是個首位 十一號牌也是好人 狼從哪兒出 反正十號牌你是一張狼牌了 首先你打我 打我說 你開始是說我表情比較好的 然後這一輪呢 想找康特位 又說我不好了 說我不好了的話呢 你打二十二最不好 你都沒有聽過二十二的接下來的發言 你就特別這個十二號牌幾下 你就打他不好 然後六號牌是保我二號牌的 四號牌是保十二號牌的 你不覺得四號和六號不好 覺得十和十二不好 就這個十號牌我覺得是 嗯 邏輯最爆炸的一張牌 反正我跟守衛出嘛 就是三號牌 我們出十吧 然後下一輪再聽 一輪找一個狼就行了 我是一張好人牌 過了 三號牌發言 三號牌覺得這輪出六比較好 然後最後一個應該是一二裡面 我覺得十二還可以 這是我的看法 我能扔下來你守衛 首先這輪出人 一定不在十一十二三四裡面出 因為這四張我覺得是大家都能認 好人面比較大的四張牌 嗯 二號牌這輪 我覺得有點不太像他好人時候的發言 而且想出十的人感覺有點多 這個六出六的人反而有點少 其實六在他那個位置的發言 他打了四 保了二 包括他頸上發言 也是說二的發言比較好 我是覺得六比十更 狼面更大一點 而且你 我相信你十二號牌的判斷嘛 你十二號牌不是看了一下六的反應嗎 你覺得那個六有那個反應 你更覺得他像張狼牌了嗎 這輪我的票應該會掛六號牌頭上 好不好 老鼠在井下 然後發言的話也是慢條死理的 感覺不太像 就我認不下來你 其實你們這樣讓牌我都沒認下來 反而囚徒發言感覺還還行 但是我也不確定啊 我也不確定啊 反正這輪我先走一票六看情況 過了 發言完畢 所有玩家請投票 三 二 一 一號投給三號 六號投給四號 十號投給二號 三號 四號投給六號 其餘玩家投給十號 十號玩家出局 請留遺言 我覺得二號應該是個狼 六號也應該是個狼 最後兩個狼應該是二六 警察第一輪發言呢 六號就保了這張二 然後呢 因為七號自爆了 他警察呢 就改了改 然後呢 這一輪裡面 其實票型比較直白嘛 三是歸了六的 六都出不去 那我還能出局 我一開始呢 覺得在警上我是前之位第一張牌發言 我覺得 看了下還行 但是二號牌發完言以後 我覺得不好 你們覺得二號牌發言好嗎 在警上的時候 那包括這一輪的時候 那這一輪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衝六衝不出去 然後我說二是狼 會有人來打我 那你覺得我是一張 有團隊的牌嗎 沒有任何一張牌來保我的 十二號是真的守衛的話 這個很可能是個 我希望它是個 沒法希望 走兩個 就只能是兩神或者兩名嗎 我是個名 那這個大概率是個名的話 我覺得 你十二號如果是守衛的話 考慮守一下名 我不知道你的輪次啊 我也沒記 你找一個你覺得的好人的名牌去守一下 我覺得是比較靠譜的 這幾個好人呢 雖然推錯我了 但是我覺得輪次應該還夠 好了還是可以贏 信息只能給得到你們這裡了 然後我覺得三號是個好人牌 他最後聊的還是挺好的 而且歸六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因為六保了我這張十 而且六也保了二 我覺得無論怎麼輸的話 除六沒什麼問題 但是我是覺得二號牌更像一張狼人牌 二六狼人牌我覺得是兩張狼人牌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吧 可能也是我自己的頭牌 因為我覺得我大概率會出局 過了 coaching schon 他們 後面 都這些 不是 什麼 是 難しい 還會 之後 那些人 很多樣貌 本局游戏没有警长 随机发言 从一号玩家开始发言 一号玩家是个好人 由于上一轮 上一轮因为三号玩家说要去出六 我觉得不合适 所以我挂了他一票 然后我也没身份 你不用质疑我挂你 或者说我有身份什么的 我认为上一轮怎么都应该是先出十吧 虽然在我的发言当中我没打十 但是我认同了十二号 就代表着我要跟十二号一起出十 挂三的原因几年而已 这轮我觉得应该是六的轮次了 有一种很可怕的信息 就是这二如果是个女巫 因为我听二的说话方式 我觉得不太像是他平常拿狼的方式 他有点 有点像带有身份的那种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开读读了谁 然后自己死了 狼人砍十二平安夜 女巫读一个把自己弹死了 也有这种可能我不知道 听听十二号发言吧 十二号如果上轮真的守了自己 那你这轮就是你的意愿了 因为我认你我认你守卫 我希望你能帮我们找找了 因为在十号玩家离场以后 他说他认十号这个 他认十二号这个守卫 认三号是个真 那个是个好人 那十号也出了他 那个十一号也把十投了 十一 十二 二是三个人投了十的 他没打十一 认了十二 也没打二 临走之前都没有打二 他还说三是个好人 那狼去哪了 他也没打我 六也没打 四也没打 我感觉他走的时候只能是个狼 过了 出我对吧 我猎人 一六最后两狼 够清楚了吗 我是个猎人 你还投我 看不清楚我身份是吧 就你觉得知识无恙的 肯定是个狼 一六最后两狼 这个守卫我认了 好吧 我认现在两神两名 那我跳出来身份打 就是我觉得 我就是这样打了 输了我认了 十一号发言 警商在那说 这个晚上这么长 不是你还在那盘一个狼 我认不下来 我觉得认为 现在肯定是两狼 我认为十是好人走的 因为刚才狼人刀人 刀了非常久 两个自爆的 还能刀这么久 一定是有讨论 十一我认下来了 四号我认下来了 守卫我认下来了 就剩你们两狼了 我是个猎人 好吗 有本事 六号你玩家 拍个猎人 出我 没关系 你能够感染到 后面十二号守卫 你让我出局 我开枪 只能带一个 对吧 你们马上把守卫一刀 他也没法自首 那你们赢了 我是这么看的 因为为什么 我把十一跟四 保下来了呢 因为十一 他发言 其实有几个地方 我认为他玩狼 都不会点出来的 我觉得十一号玩家 聊到那几个点 都还是聊到我心里了 但是一号的 纯尬聊 就你投我一票 我是猎人 怎么办 你配合出局 谢谢 这轮我跳个猎人带队 够不够 你守卫带了个队 你看给你投票的 一个十一号 还有一个二号 二号出局了 那一定是个好人走的 对不对 你把好人票都带出了一个十号 我不认为十号是狼 我认为一号是铁狼 一六的顺序的话 你十二号可以帮我定一下 给你唯一这样一个豁口 好吧 三号发言过了 如果那是个假守卫怎么办 如果女巫已经 比如说这个二被弹死了怎么办 没有这种可能性吗 这十二发言 我是持待定态度的 你在你那个位置 你不了解这个人吗 你自己跳个身份 是谁先说跳身份的 六号玩家呀 六号玩家说 大家有身份跳身份嘛 那就像十一号玩家说的一样 那你总归没身份了 那你是不是出这个人会更稳一点 在你当时视角里面 你是不是会出六更稳一点 实际至少也没跳身份 也没说什么东西 但是六的言下之意 总归是个平民了 所以我当时我是想了想 投这个六号牌的 因为六对着我一阵穷追猛打 反正我先出六 好吧 我不知道是剩两张狼牌 还是只剩一张狼牌 还是个十二 是不是八九里面 是一个预言加加一个守卫 我搞不清楚 好吧 我只是觉得十二在那位置 因为我是他的话 我觉得六十发言都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会先归六 我是先归六的 好吧 这张过了 我在梦里呢 四号玩家 你怂你妈呀怂 拍呀 我都跟你说三十个猎人 只有这个人 三号玩家感谢你 让我在三十里面 找到最后那张猎人牌 好吗 就如上一期一样 吃着火锅 唱着歌 莫名其妙就被我拍到了 拍了 八走的是个平民 二走的是个平民 十走的是个平民 只剩你一个平民 老老什么了 就对着你砍 砍不死你 诶 所谓是吗 诶 没了 三号玩家没了 拍了呀 慌什么了 啊 相信我没错的 那这个这个人是个牛 装什么了 那个毒药都看不出来 还有谁 这个人牛早就开毒了 这个牛早就开毒了 这个牛被扛出来 还是认个平民啊 慌什么 三一是个猎人 四是个平民 最后个平民拍到 好吧 拍了拍了商店 六号玩家选择拍刀 六号玩家出局 游戏结束 好人阵营获胜 啊 他不是个平民啊 本局游戏中 五号小楼 七号木木 和十号囚徒 是三张狼人牌 六号李警 是恶灵骑士 九号李铁弹 是青狼预言家 八号界歪 是女巫 三号2009 是猎人 十二号李斯市 携城旅行首位 其余四名玩家 则是村名牌 携城旅行 带您走进 精彩复盘时刻 第一晚 狼人首到村民KS 女巫JY开药解救 形成平安夜 景上竞选环节 当前志位 没有人起跳 预言家的情况下 狼人木木 在命出 莫志位 李铁弹是预言家 选择在狼队友 李警发言时自爆 做狼队友 李警身份的同时 闷掉 莫志位 青狼预言家 李铁弹的发言 第二天晚上 由于 井上狼人木木的 后志位 只有JY 和李铁弹未发言 首位李斯 在认为JY 可能是 预言家的情况下 守护了女巫JY 狼人成功 刀死 预言家 李铁弹 第二天白天 狼人小楼 选择自爆 吞警徽 不让原家李铁弹 爆出两轮验人信息 第三晚 首位李斯 选择守护村民KS 狼人落刀 女巫JY 而女巫JY 在狼人两连报 没有获取 任何信息的情形下 并未选择洒毒 第三天白天 在生推局的情况下 狼人囚徒 前志位发言 由于没有听到 过多好人发言 没能找到 合适的扛推位 狼人囚徒 以一票之差 被票出局 第四天晚上 在首位李斯 自首的情况下 狼人选择落到 村民小仓 第四天白天 在场上好人 大优的局势下 最后一狼离井 选择单狼拍刀 好人阵营获胜 不是匹匹吗 是不是最后一狼了 装 你臭孩 你再找个 再找一个 再找个狼出来 来 装什么 你再找个狼 我觉得就是猪死 一定是个狼 全都被老子吓到了 你是最后一狼吗 老子打不了 这个保了 这个保了 全保了 我操 打 本局游戏中 获得荣誉勋章的玩家有 属大王 小仓 2009 KS JY 李铁蛋 老党 李斯 本节目由 天黑请闭眼 天亮就旅行的 携程旅行 独家冠名播出 又是旅行家 天黑请闭眼 这是哪儿 天亮 天亮